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你们租房子的第一天起 你们就要准备春节买房子了 买房子 不敢想 那多少钱 我们怎么买得起 没有自己的房子 怎么可能有自己的价格 天天租房子 天天搬家 请问 你所有对将来的计划 又要怎么进行 对吼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我们这样每天伴出 这样我们不得必须 我知道 我们这样好像没有自己的根 有提到爷爷 因为早期他们在那边很辛苦 但是那个时候 家里面是 他的父亲是麦田 让他读书的 我觉得说很佩服 所以爷爷他也传承了他父亲的那一份的 我也要给我孩子做最好的教育 所以虽然我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尽我的能力来 说给他们最好的 我不敢说我做得怎么样 我暂时觉得说我今天他们不在 那我有姻眼跟韩奶奶他们 爷爷住在附近 那甚至到后来他们有时候去美国了 我都回去帮他顾家 那一直就是保有这样子的一个一层一层的关系 那所以说不管过年过节或是怎么样 我都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大家都不认识啊 他们来帮忙你 然后帮忙的人 还像被帮忙的我们说谢谢 这种事你有碰过吗 没碰过而且也没有听过 我们这个社会啊本来就温暖 我自己从小到大也就要受过很多周围的人的帮助 不过帮助别人 却还谢谢别人让他们帮助 这种心胸实在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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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客气